单元13 特殊字的拆码 各位好,我是杨怡文 欢迎再次进入无虾米输入法学习原地 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特殊字的拆码 如前面第十一单元结长补短层题集 中文字的组成类型 可概分为分体字与连体字 绝大多数的字属于分体字 有关分体字又可进一步因组成部件的数量 而分成单部件、双部件及多部件等 这部分将在单元18部件与组件中介绍 在此占步讨论 我们在前面数个单元 包括数字字根、取义取因及取形等字根的介绍 及单元中所列举的范例 均属分体字 一般而言 使用无虾米拆码 对于分体字 只要依循拆码规则 大致上是没问题的 而遇到不会拆码的字 与忘记该字如何书写有关 这种状况就如同以注音输入 若一个字不会读或读音错了 也是打不出来相类似 我们将在单元23查码中详细说明 该单元会介绍 如何解决一时无法以正规无虾米输入法 打出字的方法 至于连体字 就是本单元想要介绍的特殊字 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种类型 并分别说明其拆码规则 一、方框类 取码顺序是将方框视为一个独立的单位 看到有方框的部分 就把该处断开 依书写笔画顺序分别取字根 例如 曹操的曹 中间部分有方框 切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半是曹字头 中间是歌曲的曲的摇头摆尾延伸字根 下半是日光的日 曹的字根码是R、F、D 再举一例 结束的竖 以中间方框为切分 上半数字时 中间是中央的中延伸字根 下半大小的小 竖的字根码是J、C、S 另一例是东西的东 其字根码是J、Q、S 二、左右夹几类 由两旁相对称的字根夹住另一个字根 将被夹住的字根分开成上下两个字根 例如 乘克的乘 依笔画顺序 先取中间被夹几部分的上半 接着是左半与右半 最后是中间部分的下半 乘的字根码是G、F、F、S 其他两个字根如爽快的爽 字根码是J、X、X、B 以及丧失的丧 字根码是J、O、O、K 均采这样的方式拆码 三、歌字形类 大动干歌的歌 这个字包括有两个字根 分别是右上一点及其他部分 若一个字包括了歌的部件 其取码规则是以歌为分水岭 其取根顺序依序是 歌字的左上角 右上一点 歌本身 左下角 例如 认识的试 先取左半言字旁 接着取右半 包含有歌字形的字根 试的字根码是 I、L、A、D 这个字有五个字根 取前三、后一的字根码 另两个例子 或许的或 字根码是 A、Q、O、E 威胁的V 字根码是 A、Q、P、G 四、E型类 寻翼飞弹的E 包含有E的字 其取码规则与歌型类相同 只是将分水岭 只是将分水岭改由两笔化斜交叉的字根所取代 例如 方程式的式 字根码是 A、X、I 纸渊的渊 字根码是 A、X、N、F 不二星的二 字根码是 A、X、R、B 附带一题 由三笔化而有两处交叉点 如丈夫的账及夫妻的夫扣除一纳等 均对应到字根码Q 而两笔化 如左右这两个字前面两笔化 有一交叉点则对应到字根码X 5、简体字类 无虾米允许在正体中文模式下 以中文简体字拆码 也可送出正体字 这对于日常生活一些常见到的简体字 在打字时相当方便 以下我们举一些例子 1、言论的言 其简体字的形状像手写英文字母小写的I 故所有的言字旁 其字根码以I对应 言论的言字根码是I-O 说话的说字根码是I-B-O-R 2、数学的数 左上半部的简体是米饭的米 其字根码是M 数学的数字根码是M-G-P 楼梯的楼 字根码T-M-G 3、坚强的间 左上半的尘简写为两数 其字根码是R 坚强的间 字根码R-U-Y 坚考的间 字根码R-V-A-F 4、整齐的旗的上半部简写是文章的文 其字根码是W 其字根码W-H-E 挤压的挤字根码J-W-H 5、区别的区 缝框内有三个口 其简写是缝框内以一个X代替 区的字根码F-X-X 欧洲的O字根码F-X-I 附带一题 无相比输入法提供了三种 以汉字为基础的语言的输入 包括正体中文、简体中文及日文 切换语言的模式说明如下 按,comma,t加空白键 切换到正体中文 此为预设模式 荧幕左下输入法状态以5显示 按,comma,c加空白键 切换到简体中文 输入法状态以中显示 按,comma,j加空白键 切换到日文 输入法状态以日显示 以上之切换可将其视为 类似于在键盘上输入法的切换 不过要记得 在每次按键后 加按一下空白键 以送出切换指令 在结束本单元之前 有些中文字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由于台湾与中国两地的书写方式有益 或是文字随时带有些演变 例如 邻居的灵 不管是拆码顺序是耳朵旁在左或是在右 但以无瑕米输入 其字根码分别是 B,M,C或M,C,B 打出的字均以零呈现 也就是耳朵旁在右 其他的字如 足够的够 不管是以左半多 右半句 或是左半句 右半多 其字根码分别是 C,C,N,O 或N,O,C 最后打出的字均呈现 Go 也就是左半多 右半句 综合以上所述 特殊字的拆码也是有其规则可循 只要熟悉 且经常打字练习 也就不成问题了 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里 您是否对特殊字的拆码单元 有进一步了解了呢? 若有任何学习上的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会有专人解说 我们下个单元见 我们下个单元室的拆码 我们下个单元室的拆码 我们下个单元室的拆码